演唱会好看,大伙都知道,今儿咱也时髦一把,到现场找一下身临其境的赶脚 这场演唱会的歌手笼共十个人,基本都是外国友人 2001年那咱一帮在长春生活的外国友人,因为热爱音乐就到了一块短 组织的演唱会就叫长春的声音,这一会儿都连着办12年了 我们是摇打举办我们的演唱会,自打09年的前,办了一场老大型了,能有1200多号人参加 我们是看啥样的演奏场地,来选择啥样的演奏人 比如说今儿,这是一个高端大气上涨次的地儿,我们得整一些经典的音乐,古典的音乐 比如说我们的小提琴呢,钢琴演奏上 通过这个小圈子,不少小伙伴还找到了生活中的另一半呢 先头吧,我有三个朋友,都是这样子认识的 我们就觉得,这个是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而且通过这样的演唱会啊,让大家伙更得意我们 今天的演唱会,王子还带来了他在中国最重要的人来参加 感觉这个很美丽的情绪跟东方的心情 为什么想到要感觉来参加这些演唱会呢 因为他对这个演唱会,他一直非常很期待,也很喜欢他 非常喜欢音乐,所以这次就没关系 说一点一个中文,那会说哪个中文呢 王子的女朋友是江苏人,这次是他第一次来长春 王子说了,以后每年的演唱会他都会带着女朋友过来 您就不要闲磕了,来这么高温大气的地方 赶紧听敌手高雅的音乐,醒醒脑吧 看人家边吃边唱,咱也别闲来了 赶紧啊,召唤王子和小费,我一趟车都给你们拉去得了